他今天要来找的是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异象企业是 梅尔木眼科 对 他的异象企业还是我们 希望薪酬不高 工作地点在天津 首先我想知道 梅尔木眼科在天津 有分支机构吗 没有 我们都在北京 其二 你刚刚从一家医疗机构出来 你为什么又要去一家另外的医疗机构 做新媒体运营呢 因为之前的那家就是新开的 然后人员上岗位有缺失 就是一个人要干很多的活 这样你既然来找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你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这方面运营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成绩 之前就做过新媒体运营 在哪做过 之前就是在化妆工作室做的 负责运营一些小红书微博这些 你有个人微博和短视频账号吗 我做的也是美妆类的 就是刚才您聊的那种反差比较大的 哦 是吗 哦 您还做这个呢吗 做这个呢 是他吧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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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账号嘛 然后抖音它是分为五个权重 这五个权重占到了以后 它就会容易上热门位 然后后面这是我当天的一个数据的大概情况 就是还算可以 这个是七天的一个浏览数据 大概是这样 没了 就是这些数据的简短分析 他给的数据分析就 就确实非常浅 他没有 没有更深思的这种抛弃 而且很多的数据 它是分赛道的 分赛道分场景 他虽然说自己做新媒体运营 但现在看来感觉就是 平时好像自己在 玩抖音的普通用户一样 志欣我是你师姐 我也是你天大的师姐 所以特别想给你 现在我们目前选择的时候 给你一点新媒体运营 方向的建议 首先第一 你是专科毕业 化妆做得也很好 现在想往运营港走 我们每家公司都有新媒体运营 首先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受限在某一个行业 当然叶老师那也非常好 第二呢 从新媒体运营港来说 它的分类的门类是特别多的 有内容运营 活动运营 数据运营 用户运营等等 分这么多 其实目标都是为了 让用户更多且活跃 且更多地做转化 那么以这个目标为导向 你应该增加更多技能 所以一会儿 如果我们有流港的话 我觉得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选择是 是不是有一个好的 师傅能带你一下 你是个小白 第二 在这家公司 从新媒体运营 这个岗位上 是否有更多的成长 好 感谢雨昕 来吧 我们请各位企业家 再次确认你们的选择 有请 我有点意外 这我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我说完 大家 对 我也没想到 来 我们把画面切转到第二天 场